今天和你分享的是 在北京这群人操控娱乐圈格局40年 潜规则至今没打破 欢迎收听 20年前 人生在线给冯小刚拍过一个纪录片 就叫2000年冯小刚的某一天 片中刚称名的冯岛 看望了生病卧床的母亲 拒绝了姐姐想进组工作的请求 然后跑去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担任考官 看有没有好的文艺苗子 再看那帮北京小孩展示才艺前 冯岛思从前想今朝 说了段意味深长的话 大意就是 自己出身小市民家庭 要想成名成腕 不得不违背一些内心想法 去取悦他人 而那些文艺世家 或官宦人家的孩子就不一样 前者由于父母培养和业内资源 使三分力气 事就成了 后者父母虽然不是圈内人 但凭借自身影响 也能弥补先天的不足 那话其中个别人 并没啥才华 冯岛还说 像我和张艺谋 这都是自个儿生砍出来的 没背景 谁也指望不上 冯岛这话确实没毛病 1978年 北电恢复招生 弄出个第五代 在北电教授倪震的记忆中 那批人分三博 第一是高干子弟 享受社会特权 第二是文艺世家 知识基础好 家里有资源 第三博就是平民家庭 这博学生 除了加倍努力 加起尾巴做人 能不能成 剩下都得交给天命 文艺世家的优秀代表 就是陈凯歌 凯歌他爸陈怀矮 是北影场导演 他读的是名校北京四中 对四中孩子 陈岛是这么说的 大多为父辈业绩感到骄傲 以天生革命者自居 自以为血统高贵 思想纯洁 堪当国家大任 热烈的向往 辉煌的业绩 说白了 陈岛也是这路人 打小才华横溢 作文是学校范文 他妹妹入读西城师范富小 班主任叫道 陈凯燕一愣 问他 你哥是不是凯歌 因为陈岛作文在全校被广泛传阅 可惜七八年 凯歌考北大中文系落榜 只好去考北电 日后的岁月里 他依然胸怀激荡 自恋满意 坊间传闻 后来老毛子洪高亮拿奖 陈在马桶上来了一句 呀不就是我一摄影吗 段子无证据 但陈岛前期洪晃听了 反应确实向他说的话 洪大小姐还有句评价是 再枯燥的事 他都能给你砍出花来 你不服都不行 即便基因优秀 但在文艺世家梯队里 凯歌也排不上头一号 七八级那帮人排第一的是田壮壮 他爸田芳参与组建北营厂 是首任厂长 后来做了电影局副局长 母亲于兰 是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 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 两人是延安革命家 凯歌他爸则是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 拍片履历 也不过是联合导演 再往下数 还有演员赵丹的儿子 电影系同学里还有夏刚 那是北京仁义四大名导之一 夏淳的少爷 夏老在仁义四十年 什么雷雨茶馆都是他导的 一生大部分作品 都是仁义压箱底的剧 凯歌心高气傲 论家事还得往后靠一靠 如冯所言 世家子弟自有便利 七八年比试 田壮壮达了半个小时就交卷了 就跑到外面缩着冰棍等陈凯歌 试题是分析英雄儿女 他爸就是主演 从小一帮叔叔阿姨 就在他家里聊这篇的拍法 后来考政治 田去找他的小伙伴何平 正好碰到了何平他爸 北营厂副厂长何文金 何老翻着报纸说 肯定要考双百方针 你们好好读读 进考场一看 这道题占了70分 也不知道田壮壮 有没有给陈凯歌泄题 不光考试占便宜 学习资源也一样 读大三时 学校来了一批新设备 要让导演戏的人使 首先想到的就是田壮壮 凯歌他们还在想办法实习时 田就拍上了短片小院 摄影系三大才子 张艺谋 侯勇 吕乐 给他张景 片子后期还没做呢 又从他妈手上拿到了一笔剧款 去云南拍了红像 后来啊 田壮壮独立指导九月 同学李绍红 张建亚 还在给他打下手 毕业前 田岛完成四个作品 创下了北电学生拍片的历史记录 毕业后 田壮壮直接进北营厂 凯歌则被分配到 刚刚成立的儿童电影制片厂 没有任何资源 背景的张艺谋 被分到了遥远的广西营厂 为了留老毛子 田岛去求他妈 于兰以儿童场摄影力不足为理由 想帮老毛子留情 很不幸 这个后门没走通啊 张艺谋只能和张军昭等人 一同去荒原的广西 老毛子实打实的平民家庭 进大学前 在陕西棉房厂当工人 对于自身命运 毫无选择余地 电影圈里论资排位 新人进来 先做场级助理 才能联合指导 独立指导 一晃就是七八年 田壮壮毕业没多久 就做了第三代导演 林子峰的助手 夏刚虽然名额不足 先回原单位 市政工程局 短短一年后 就被调入北营厂 而被分配到 广西的张艺谋张军昭 为了拍片 只能赌上十年 跟厂里签下了军令状 换来了拍 一个和八个的机会 军令状上写的是 一旦拍砸了 张军昭愿当十年的导演助理 张艺谋愿当十年摄影助理 田岛毕业前就能干的事 他俩得拿着青春赌明天 好在一个这篇成了 震动影坛 随后 艺谋幸运地跟凯歌拍了黄土地 又受西营厂吴天明的器重 一夜改变命运 相比之下 生于北京 同样被分配到遥远广西的张军昭 就没那么好的运气 张岛明明是一个的导演 最后却只能留在广西 后来他拍的最出名的作品 是电视剧《红蜘蛛》 2002年 法国世界报 著名影评人接受南州采访 还问 这个导演去哪了 那正是七八级毕业二十周年 陈凯歌 张艺谋 田壮壮 李绍红等名导 在同学会上把酒狂欢时 张军昭正在一个江南小镇上 拍古装剧 两年后 凯歌在云南原某拍五集 张军昭在那拍电视剧 当地媒体想搞搞事情 写了一篇张军昭叫板陈凯歌 文章发出来就被 百只停风的八卦给淹没了 没人知道 也没有人关心张军昭是谁 虽然他和凯歌是北电的七八级同学 虽然他们都生于北京 作为政经文化中心 北京一地历来汇集各领域大大小小的人物 沿金字塔往下数 什么人没有啊 所以文艺圈里放眼看 田岛这家点 还不是世家子弟里最后的 比起英达 他就还差点意思 英家往上三代 都是历史上叫得响的人物 曾祖父英脸之 清末与创建复旦的马向伯齐明啊 一手创办大公报和府人大学 英脸之支持维新参与爱国会 组织里有个大叛徒 名叫袁世凯 袁叛变以后 他在大公报上骂了整整十年 北平福大里出过不少名人 比如王光美 叶佳莹 祖父英千里也是文化名流 当时全国最会说英文的人 他大概排名第一 他在北京两所学校里教书 阅入一千大洋 后去台湾教书 辞世之际 蒋介石写匾额 蒋经国亲自主持追思会 出殡当天 台关的全市立法委员 连马英九余光中 都听过他的文学课 父亲英若成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演员 为人民话剧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虽然由于历史原因 英若成没父辈那么疯广 还一度入狱 害得儿子英达七岁流落街头 驻下水道 但动乱过去以后 英若成做到了文化部副部长 1985年 贝托鲁齐拍末代皇帝时 找他演监狱长 那时候是胡耀邦亲自批的 他老婆英达的妈 那是曹宇的秘书吴世良 家学这么厚 英达能岔到哪儿去呢 轻松就上了北大 在北大阶层复制 创立学生文工团话剧队 是北大戏剧社的前身 后来他有个著名的社长 叫北大海行萨贝宁 当年接受采访 谈及英家三代传下来的豪华基因 英达非常骄傲的说 智力方面超过我的 至今一个没遇到 从美国留学回来 英达拍《我爱我家》 做情景喜剧 也算为中国戏剧事业 单开了一路文脉 他还有个特殊的贡献 在好旧江文北大落榜后 鼓励他考中系 领考前特意找仁义老师 给江文做辅导 这事后面再讲 咱们可以先来看看 英达有关的另外两个人 那也是典型的文二代 与英达继承戏剧剧基因类似 《我爱我家》的编剧梁佐 从父母那儿继承了文学籍 梁佐的父亲梁达 曾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 母亲陈荣是作家 代表作《人到中年》被拍成过电影 梁佐读小学时就开始发表文章 诗歌词大鼓没有不写 梁佐走上相声创作道路 是江坤找他妈帮忙 结果看到了他的虎口遐想 此后梁佐写小偷公司 电梯奇遇特大新闻 还被政治局开会讨论 叫他别开天安门的玩笑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另一位来自文学之家的 是英达的前妻宋丹丹 丹丹姐他爸叫宋范 儿童文学作家 妈妈叫海星 一位美术老师 宋范早年参加革命 在北京育才学校当过教员 后来在北京市委教育部 世文连当过官 不过宋丹丹一没搞文学 二没搞美术 一心想学表演 不幸考广播学院失败 而她的初恋男友的嫂子 正好是焦举隐的女儿焦世红 初恋听说仁义招生 特意托关系 请了两位仁义大咖给丹丹辅导 宋大姐如愿考进了仁义队伍 宋大姐她爸虽然在文连当官 但这家事啊 在话剧界也排不上号 论父辈招牌硬 还得是咱们蒲村新老师 蒲村新她爸 蒲思荀 一名苏敏 北京仁义的第一代演员 1954年第一版《雷雨》上演 导演是夏刚他爸夏淳 苏敏演周平 60年代 北京中山堂有个星期朗诵会 邀请各大名家朗诵 蒲村新就坐在台下看父亲 耳濡目染 一心从意 更不得了的是 蒲家祖上出过两代三进士 第二代那俩进士 一个在民国当江苏财政厅长 留下苏敏先生这一脉 另一个迁居四川做官 生下一个孙女嫁给当地李家大户 这孙女还有个孙子 后来成了作家 那就是被国务院授予 人民作家称号的巴金 建国后 北京聚焦大量的杰出文艺工作者 什么电影 文学 曲艺 音乐 全国最最能吹能弹 能写能拍的 扎堆在首都 这就是为什么纵观整个北京文艺圈 成名成外的 首先是文二代 占半壁江山 就像冯导说的 在个人天赋 家学传承 知识资源上 这些人一出生 就甩开旁人一大截 当然 文一代影响的着力点也有所不同 受家教影响最深的 大概是咱们的蔡国庆老师 其父蔡仲秋 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男中阴演员 一直觉得儿子有天赋 上哪演出都把他带着 一心望子成龙啊 蔡国庆三岁学钢琴 七岁进央广少儿艺术团 年仅十岁 就在人民大会堂 为西哈努克亲王表演 为了让儿子锻炼身体 蔡爸爸还把他丢去石刹海体校 学了三年武术 照这么看呢 他和李连杰 还算是同门师兄弟 蔡国庆成名前 每晚都要跟父亲练听唱 不练够就不准睡 他又年在国宴上表演 忘记一个动作 下台就挨一巴掌 遥想当年 蔡仲秋不过是东方红合唱队的一员 45年后 蔡国庆成了复兴之路 庆典上的独唱 长大后 蔡老师能在艺术道路上勇猛精进 真离不开父亲虎狼之风的培养 同样被父亲压迫式培养的还有汪峰 汪峰他爸汪继军 海政歌舞团常好手 别人家孩子在外疯玩时 汪峰只能在家里拉小提琴 童年时代汪峰从来没有玩具 每天放学必须练琴四小时 汪峰后来考的也是名门正派 中央音乐学院 可惜他反叛了 没走古典路子 半路去搞摇滚 要不是他爹给他留下了那么厚的学院派底子 汪峰也难在滚圈里一名惊人 海政歌舞团里 汪峰他爹有个战友 歌唱家胡宝珊 国家一级演员 代表作《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胡宝珊有个大儿子 大家都熟悉叫胡军 显然老胡不像老汪那么严苛 胡军没走唱歌的路子 长大后去了仁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 当年他考中系仁义表演班 是用意大利原文唱的《我的太阳》 如果说家教上是以汪蔡二人为代表 那么在见识上 初代滚圈那伯人绝对算是最早尝鲜的 八十年代初 全国老百姓连邓立军都当静歌停时 滚圈那伯人先通过父母或亲戚关系 听到了海外走私来的摇滚乐 崔健有没有看到林立果弹吉他不知道 反正何勇他爸是中国第一个演奏奠吉他的 崔健他爸爸崔雄记 空军乐队的功勋演奏员 教父从小跟他吹小号 跟崔一起写让我在这雪地上撒野的王勇 其父王世皇是中国古征研究会秘书长 1989乐队的陈进 父亲是音乐学院老师 高齐他爸是中央音乐团的指挥 赵母阳的爸是歌剧编剧 何勇的爹何玉生老爷子 十三岁败在贤圣韩德福门下 当了中央歌舞团弹播乐器声部部长三十多年 跟崔健的搭档刘元之父刘凤彤是同事 与中国摇滚鼓手鼻祖鼓三是邻居 带过刘欢纳英还有孙楠 正因为有父辈的位置 加上家庭的耳濡目染 当年身处歌舞团的老炮 才能听到那么多的西洋音乐 才能在大多数人处于蒙昧之际 率先审美觉醒 引领中国的摇滚风潮 而除了家教见识 文艺代们最大的影响力 恐怕还得说是资源 排第一个是咱们天后王妃 王妃她妈是煤矿文工团的 女高音歌唱家夏桂颖 1986年 第一届百大歌星连唱 震动京城 夏老师立即找到 第二届歌会的负责人贾丁 让女儿站上了舞台 这还不算什么 王妃她爸王又林是煤矿工程师 祖父王兆明和李敖她爸是同班同学 后来去台湾当了立法委员 晚年 王兆明在香港养病 王又林前去照顾 顺路机会 就把飞姐接到了香港 赴港后 从娱乐资源到音乐理念 飞姐直接对内地流行歌手 造成了降维打击 和王妃一样 对接了好资源的张强 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 1984年云南音像签年轻歌手张强她妈指导后让女儿去试音 没想到这一路 专辑《东京之夜》起印60万张销售一空 张强第二张专辑直接卖破了千万张 两年后张强登上了时代周刊 成为一代迪斯克女王 音乐圈如此 电影圈毅然 陈贝斯他爸陈强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 白毛女中的黄世仁 陈贝斯插队苦得不行 饿得快没人样了 最后要求陈强帮他返程 陈强思来想去 以自己的人脉 也只能让儿子进文工团呢 于是亲自教台部 授台词 可惜当初陈贝斯喜剧天赋还未展露 考了好几个团都被刷下来了 最后陈强拉下脸 去求演喜儿的田华了 田华在八一场脱了关系 八一场那边说 我们这边缺一些 演流氓地痞的演员 愿意来就让他来吧 另一位喜剧之王 葛优葛大爷也类似 葛优他爸葛存壮 同样是老一辈表演艺术家 出演过南征北战 葛优从小胆小 怯眼 高中毕业到京郊 插队养猪 回来想当演员 北电中系实验画剧院 青年艺术剧院 考了个遍 全军覆没 最后 也是葛老爷子 手把手的教他演 才考进了总工会问工团 虽说日后 陈佩斯上春晚 葛大爷摘影帝 都是凭实力证的 但没有当爹的推着一把 两位喜剧天才 还不知道会往哪赌墙上撞 不光田壮壮 葛大爷那一辈 文艺世家的影响力 在市场经济下 依然起作用 只是相较于葛大爷们 长在如今 乌杂娱乐圈里的新文二代们 显然不够奥利给 这里面的优秀代表人物 就是金马影后 李小璐 李家才叫真的文艺世家 李小璐的爷爷 李干 抗战老战士 建国后在八一制片厂 当了制片主任 代表作 林家铺子 李干的儿子 李丹宁同样是八一厂的导演 李小璐不满三岁 厂里拍计划生育宣传片 就把他抱过去了 李丹宁的老婆张伟欣 曾是长春电影厂的著名演员 李小璐小时候 没少跟着他妈 在电影里蹭角色 也难怪发烧时大喊 我要得奥斯卡 后来的事 你们都知道了 导演圈那边 拿到一首好牌的是 滕华涛 他爸是第四代代表 滕文济 在国内拿了不少奖 他妈是编剧 翁路铭 指导过80后 回忆科幻片 霹雳贝贝 还在上大学 腾就在他爸的剧组里实习 90年代一毕业 别的导演系 学生当助理 他直接从文学系 转型成电视剧导演 拿到不少的好剧本 最终靠一部 蜗居等顶 这期间电影热 他要顺利拿到了 中影青年导演计划的200万 转型拍电影 他爸和冯小刚 成邻居后 更是登上了 京圈大船 写文章百百合 拍了失恋33天 可惜拍电影 不比拍电视剧 一部上海堡垒 最终普盖 相比之下 同是第六代 北影厂出生 胡同里长大的管虎 就比他强多了 他爹管宗祥 也算不上什么大碗 人家是怎么靠八百 混成华仪救命稻草的呢 而除了李腾二人 新文二代里面 还有几个明星 出自京城曲艺犬 由于历史原因 建国以后 曲艺大师们的艺术地位 一度被抬得很高很高 出身此门的文二代 也少不了沾光 譬如唱《笑脸》的谢东 亲母马曾慧 生于京城的古曲世家 外祖父马连登 西河大鼓表演艺术家 该艺术能上大雅之堂 有他外祖父一半的功劳 他爸谢灵霄 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演员 还不到20岁 谢东就进央视录音摄像 参与了诸多大型晚会的制作 论曲艺世家的地位 谢东算得上是第一梯队 可惜他后来不争气 非要去吸毒 新世代出自曲艺世家的 就是众所周知的京圈格格 关晓彤 他爸爸关雪曾 丹琴大鼓第二代传人 北京琴书创始人 曾任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 1996年老毛自拍 有话好好说 琴书背景音乐 就是关老爷子唱的 他儿子关绍增也是演员 拍过不少半火不火的作品 极致关晓彤这里 八岁演无极 十一岁演刺灵 十三岁演《非诚勿扰2》 这资源就为你圈内谁能比 可惜到头来 演技还是很着急 还有一位曲艺世家的小花旦 名叫刘诗诗 刘诗诗的爷爷是 西河大鼓泰斗刘田丽 在长安大剧院里 给周总理演出的人 演吧 总理还紧握老人家的手 让他一定把这门艺术传下去 当年 北京第三次文艺代表大会 主席是老舍 在座的是侯宝林 曹宇 焦居岩等名家 刘老爷子自然也在 刘诗诗小的时候 想跟爷爷拜把兄弟的 袁阔城学评书 袁老说 女孩学什么评书 跳舞去吧 刘母这才把她送进了 北京戏曲艺术学院练芭蕾 学校前任校长也不是外人 都是曲艺大佬 譬如跟刘老一起开会的马连娘 后来刘诗诗上北武 还没念完 就参演了两部戏出道了 一部月影风和 一部飞花如蝶 这两部戏的导演叫平江索经 此人原名周祥林 他妈是程燕秋 成派传人 两部戏的女主演 都是著名的乐剧表演艺术家 何塞飞 也就是参演这两部剧 跳舞蹈的刘诗诗 听了周祥林的建议 改名为刘诗诗 一个西河大鼓的孙女 一个成派传人的儿子 一个乐剧表演艺术家 刘诗诗早年上节目 自演普通家庭出身 这戏到底怎么上 咱也不敢问 反正面谈演技 还有上升空间 由上述可见 数十年来文二代乃至文三代 总是能率先拿到 步入文艺圈的门票 即便有些人从事的事业和父辈无关 比如 程芳元的爸是北影厂的美术设计 程德新 董浩的父亲 是京城大书画家董靖山 但在文艺熏陶这块 也比别人家孩子熏得很 也别说前面那些文艺世家了 藏鸿飞他妈 钢琴老师 在他三岁时 带他去中央音乐学院学琴 金海新他妈 学生是写暗箱的三宝 听了三宝的建议 高中毕业才开始唱歌 彭磊他爸彭国梁是漫画家 代表作小狗乖乖 跟音乐根本不沾边 这几位 父辈都不是什么味儿 家学和基因依然优秀 总之 你家里干这个 或者本身混这个圈子 那么 你在先天悟性和后天资源上 总多几块垫脚石 有无才华 勤奋与否 那是另一回事 尤其北京这样一个 汇集了我国最多文艺人才的地方 文二代的数量自然也多 相比于他们 另一拨人则是文艺圈的闯入者 除了文艺工作者 北京还聚集了一群人 王老师在看上去很美的序言里面讲话 北京复兴路 那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 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 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居地区 说的是建国后军队机构和国家部委的驻京大院 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 沿着万寿路 御泉路 方圆十数公里 空 海 通信 总后 炮兵等司令部 依次排开 建国初期 战乱刚刚平息 军人的地位被拔高到空前的高度 早年军队大院子弟是最牛的 人人穿军服 谁把你们北京四中的孩子放眼里 高晓松在街上看到他们 也只有羡慕的份 可惜后来改革春风吹满地 大院子弟们复原回京之后 发现时代变了 自身地位急剧下降 大家都开始崇拜有钱人和明星 和平年代 没人再像以前那么崇敬军人了 其中有人不甘心 也想成名成外 赚大钱 那王老师的话形容就是 于是沉谈福起 五文弄墨 大院这帮子弟里 出身最硬之一 当属叶大英 他爷爷是叶挺 父亲叶正明 是优秀将领 母亲安琪 八一定制片厂的演员 八一厂 也就是拍军教片的地方 叶大英十岁前长于此 七八年高考恢复以后 他也考过北殿 可惜没有填壮壮的家事和知识含量 不幸落榜 转而去考了西营厂演员培训班 考试时朗诵了祖父叶挺的诗 求歌 后来叶觉得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 据北殿上导演进修班 就在回京时 经人介绍遇到了同样大院出身的王硕 那时 王硕已经写出代表作《空中小姐》 这部小说又被同样大院出身的郑小龙拿去拍了电视剧 郑小龙他爸是总后勤部的宣传部长 王硕他爸是训练总监部的教员 小时候 王硕跟他哥常去郑那个院看电影 七八年高考 郑上了北大分校 读完回单位 那里已经改为了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 郑一进去 从编辑干起 没多久就升任分管制片的主任 这期间他看到了王硕写的《空中小姐》 胆子很大 直接越级申报 拍电视剧 王老师就这么跟着进了影视圈 不过站稳脚跟还得靠叶大英铺垫 在北京遇到王硕以后 叶大英就盯上了他手中的几篇小说 还给王硕讲了自己去四川拍片的故事 让王硕写成丸主 此后叶大英四方奔走 让田壮壮的同学夏刚 黄建新拍了王的小说 自己也拿王的橡皮人拍大喘气 过了一把导演演 这一来 王硕的声名确起 恰好郑小龙要在北市中心干出点业绩 又把王老师和一帮文青叫来 传出了一部年代爆款剧 名叫《可望》 当年 《可望》创下了历史最高收视率 凭借这一光辉业绩 正迅速在北市站稳了脚跟 王硕从此也瞅准了影视方向 随后 他拉上马卫都冯小刚 这些人一起搞了编辑部的故事 海马歌舞厅 成为炙手可热的编剧 叶大英那边 本来想把自己的亲身经历 拍成永世我爱 男主角找贾洪生 女主角找许晴 结果西营厂换领导班子 片子没拍成 他先去深圳下海经商了 日后和王硕开了文化咨询公司和网站 文化在中国都黄了 在影视圈里叶大英总的来说啊 没啥突出的历史贡献 后来也就幸为索然 很少出来了 郑小龙这边不一样 他一直致力于做电视剧 最让他在北市中心扬名的 就是九十年代那部北京人在纽约 这是我国第一部去海外拍摄的剧 郑小龙亲自知道 当年大家都觉得这事啊办不成 尤其北市中心没批足够经费 但最终 郑小龙的父亲从三九卫泰那里 一口气拉来了五十万的启动资金 郑小龙胆子很大 经常搞月级汇报 编辑部的故事被一些老干部批评以后 趁着李瑞环去视察 他直接问李有没有看过自己寄过去的袋子 李说 我们办公室的年轻人看了都喜欢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五十万启动资金用完后 郑在美国给李瑞环写了封信 表达自己的文化决心 三天后 剧组就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 随后 郑以固定资产做抵押担保 从中国银行借到一百三十万美元 前后算来不到十天 北京人火爆以后 郑小龙就成了北市中心的将军 他当年有个梦 驾驶军用吉普车奔驰在万寿路上 被交警拦下 要查证件 自己不紧不慢的摘下了白手套 弹去了车前盖上厚厚的灰尘 代表上将的武克金星赫然出现 交警大惊 慌忙一个立正 敬礼致歉 这一梦想 后来被冯岛拍进了甲方乙方 演这段的那个人 叫英达 英达读书时 经常去总政六部街五号大院 那里有他很多的同学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姜文 姜文他爸是抗美援朝的老兵 他所在的那个院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的家属院 那里面出过不少教科书上的名家 比如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威 再比如写骑袭白虎团的战地记者 龚杰明 当年在五号院有一个四十多米高的烟囱 管理科长想把国旗挂上去 自己不敢上 是公的儿子上去 还在那里走平衡幕 出尽了英雄风头 对于大院子弟来说 当英雄是唯一梦想 所以杨灿里 姜文又让夏宇往烟囱上爬了一次 圆了自己一个梦 姜文当年读北京七十二中 和英达是好基友 后来他北大落榜 是英达踩着自行车 给他送进了中系的考场 还托他爸爸英若成 找人给姜文做辅导表演 多年以后 姜文因为看了王硕 他们弄的编辑部的故事 才演了人生中唯一一部电视剧 北京人在纽约 也正是通过姜文 英达跟王硕这帮人熟了 找到王硕给他写我爱我家 王硕当时写腻了 写到一半 把梁佐介绍给了他 可见当年 大院子弟闯入文艺一圈 主要通过导演编剧两条路 外加朋友扶持 写作这条路 门槛是比较低的 王硕自不用说 全国最火的编剧 尤其姜文用他小说 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 牛到不行 后来他发达了 又烧上了发小夜精 夜精跟他是一个院的 大家特猛 立过三等功 多年后 他又把王硕的三部小说 传起来 拍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另外还有大院来的 就是马卫都 他是空军大院的 马爷上节目非常自豪 总说自个儿那院是最牛的 连毛主席提词都是文学语言 他爸是空军总医院的政委 他插队回城以后 进七级部 也就是航天工业部 后来他和王硕一样 蹭八十年代文学热 先进了文学圈 不过没干到底 扭头做生意 后来跟王硕搞海马歌舞厅 他觉得影视没意思 就撤了搞收藏去了 还有一位大院子弟 也是通过写作进圈的 那就是海岩 论歌红苗正 他比王硕他们强多了 他是红色女特工 廖林航之孙 剧作家吕鹏之子 他爸当过中央歌舞剧院的副院长 文化部艺术二局局长 文化部艺术管理局顾问 编导歌剧纪念十月革命 曾经受毛主席接见 海岩当年偷偷在家写小说 写了47万字 没敢给他爸看 结果呢 朋友认识人民文学的编辑 已经介绍小说出版 说起朋友 在这个子弟圈里很重要 王老师和郑小龙叶大英是朋友 所以小说被拍了 江文和英达是朋友 所以考中系了 也有几个大院出身的 一开始啊 跟他们没有过多来往 比如冯远征 他比王硕他们小一波 小时候主要任务是 赌院外来的人 翻墙进来看电影 谁敢来 冲上去就揍一顿 78年北京跳伞队招生 冯为此放弃了高考机会 结果终于因为年纪大被刷下来 当时他爸是北京军区的空军副参谋长 他想要找爸的秘书走后门 没走成 无奈之下 却当了拉链工人 后来跌跌撞撞 才靠近了人意 还有一个就是王中军 当侦察兵出身 复原后 王中军在国家物资总局保卫处上班 后来上业大 考文凭 又调到了物资出版社 做美术设计 市场经济起来以后 王就辞职从商 赚钱去美国 带着十万美金回国 加入一家名叫华仪的公司 最终将其买一下 然而 就是这家小公司 一开始客户 还是些小杂志 后来却拿到了中国银行 全国一万五千多家 网点的标准化规范工程 至于怎么拿下的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而当王中军遇到英达 投资他的情景喜剧 心理诊所 小赚一笔以后 以大院子弟为主的 京圈关系网 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 从此资本 编剧导演 演员都混在一起 即便是前文所说的 文二代 都要成名上位 也不得不受 这张关系网的扶持 比如咱们的 京圈格格 你看 他们不但能获得便利 还学会了抱团取暖 一如冯岛所言 官家子弟 虽不像文艺世家子弟那样 先天有优势 但后天上 总能有资源补充 这在演员牛力身上 就得到过体现 牛力出身空军大院 母亲是射击教练 早年 她练女子十米弃手枪 是母亲 把她从广州军区 调到了北京军区 并让她尝试考一考军役 再比如许晴 外交学院大院的 姥姥是外交官 母亲是 总政歌舞团舞蹈队的队长 她爸许国成 跟导演杨洁是好朋友 所以杨洁拍戏游记 让她演 太上老君身边的小道童 杨洁导演 什么来头呢 曾经为毛主席 转播文艺节目 录制花鼓戏 也难怪 许晴一毕业 就跑到了 陈凯歌的片子里 跟黄小丽的儿子黄磊 合眼了边走边唱 不过总的来说 这些人在文艺圈 隐藏的还比较深 李晨和陆寒的大院背景 一直扑朔迷离 李小冉 要是不上综艺 黄磊 还以为她是个胡同牛 结果人家也是军队大院的 潘月明他爸潘野光 当过北京官局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处处长 人家没怎么张扬 吴秀波他爹 驻瑞士外交官 出名跟家里关系也不大 他主要沾刘备的光 这事后面再讲 圈内的很多官家子弟 其实还是很低调的 并不爱拿家庭背景说事 不像我们清华大院的著名才子高晓松 一天到晚炫耀家事 演员耿乐他爷爷张丁 设计全国政协会会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纪念邮票 负责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工作 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 被誉为新中国的首席形象设计师 你看人家说了什么吗 还有钟好好 进入文艺圈以后改名柯兰 生怕人家认出来 要论红色基因啊 大院子弟们全都必须立正经理 柯兰他爷爷钟七光 曾经被授予上将军衔 跟素玉称兄道弟 还被素玉救过一命 钟七光四个儿子 以他战斗过的地方命名 长子 钟德苏 武警 某部的原副参谋长 柯兰是中家长子长孙女 从来很低调 文艺圈里并非所有人都喜欢 像大锦一样 在各种闲谈的脱口秀节目里 把他们清华知识分子的家事 一遍遍的陈述 北京作为全国中心 背景深厚的人实在是多了去了 真是要论家事 牛轰轰 根轰苗正的 把大锦 田壮壮 包括英达 许晴这些人 都比下去的 那还得说是陈凯歌的前妻 洪晃 洪晃小时候家住史家胡同 他祖父跟鲁迅打过比仗的 大学者张世昭 是他以两万巨款赠予毛 帮他在湖南闹个命 他妈张寒之曾任毛的英语老师 而实际上 张世昭是张寒之养父 张寒之的亲生父亲 是中华民国陆军上将陈调员之子 洪晃的爸叫洪军妍 北大经济学的教授 祖父洪真良 曾经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 民国知名的金融家 后来爸妈离婚 他妈嫁给了外交部部长乔冠华 如此一来 洪晃成了乔部长的妓女 史家胡同往西邑宫里是故宫 往南邑宫里是长安洁 鼎盛时期住过很多高官 如华国锋 徐向前 胡同53号是李连营外宅 55号是荣一人的儿子 当过首富的荣之舰 大鸿门的51号就是洪晃的家 所以大锦住林徽英隔壁 真没啥好吹的 后来混出百业 洪晃一直想摆脱红色标签 树立独立女性形象 每每谈及家事 都说那前人的事儿 自己是另起炉照 话是这么说 但作为官宦子弟 人生便利 不由得你选择 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 中国派一批小留学生赴美 洪晃位列其中 年仅12岁 在美念完中学 他考上了华色学院 与罗斯福夫人 肯尼迪夫人成为校友 在美国学校的开学典礼上 一个人吹着破口型 下面的同学都疯了 后来洪晃才知道 这个人叫Bob Dylan 他跟他的女儿是同班同学 为了让女儿简历好看 张寒之甚至在翻译作品上 数了洪晃名字 这让一直想独立生存的 洪大小姐很生气 撂下狠话 要不靠家庭背景 这话听起来硬气 但做起来很难 1986年 25岁的洪晃 成为一家外资企业的南京代表 年薪高达7万美金 1996年 他又辞去了 年薪18万美金的首带职位 按照当时汇率算 洪晃早就粘入百万了 但要不靠家庭背景 那除非重新投胎 因为你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洪大小姐家底这么硬 也没见到处说 有些人啊 还是应该多学习一个 除了前面所说的历史新时期 市场经济环境下 步入娱乐圈 还有一种家庭背景的便利 这里面的优秀代表 就是张若云 张若云的爸 是圈内著名的影视投资人张健 张健早年做房地产发了财 后来投资影视 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 和刘备走到了一起 所以刘备 成为了张若云的后妈 刘备也是文艺世家 早年跟京圈混一起 火了 那时候 他常去北京四大夜总会之一的 和平house听歌 过生日那天 皆是一位帅气无比的歌手 也是和平的台柱子 两人从此成为密友 此人就是吴秀波 后来吴秀波落魄 刘备找他做经纪人 张健投资的天堂鸟 给他不少钱出演 没火 又让他做主演 演了《立案侦查》 而天堂鸟的编剧 名叫薛小璐 日后拍《北京遇上西雅图》 让秀波变成了鸭皮大叔 2010年 张健投资雪豹 就在给儿子铺路 雪豹二 专业捧儿子 清余年里 一帮老戏骨 都是国家一级演员 影片发布会上 张若云说 陈道明跟他爸很熟 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对应文二代 张若云可以称作是姿二代 由老爸携姿尽祖 不当主演都不行 类似的代表 还有一个蒋小涵 论姿力 蒋小涵比张若云高多了 他九岁参演党的女儿 小小年纪 参加两届春晚 出过八盘个人专辑 八零后们 无比熟悉的动画 汉尔兄弟的主题曲 《廖之歌》 就是他和黑鸭子唱的 蒋小涵读北京翠月路小学 初中读北京景山学校 这都是大名校 没办法 他爸叫蒋涵 大藏唱评公司的创始人 捧红过戴军雪村 出过阿联和东北人 都是活雷锋 最出名的作品 叫做《青藏高远》 蒋小涵的小纸船 拿过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局 联合颁发的年度最佳专辑 当年在北京少儿银河合唱团 蒋有个小伙伴 名叫大张伟 比起蒋 家住南城大杂院的大张伟 命就没那么好了 后面再说 聊了投资人 咱先聊聊中产之家 北京文育圈里还有一拨人 既不是世家子弟 也不是官宦之后资本二代 在从一道路上 家里也没有什么硬资源 能给孩子提供的 无非是宽容和支持 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之称 比如于谦于大爷和朴树朴师傅 别看郭德纲老在台上开老于家的玩笑 于谦他爸 于庄静 退休前可是大港油田地质勘探老总 副局级干部 带领振兴了大港油田 于谦上学时爱玩 爱上相声以后 就考上了北京取义学校相声班 算是刘诗诗的学长 毕业后相声没落 他又考上了北殿的导演系 成了田壮壮陈凯歌的学弟 老于谦没有老郭 在相声里说的那么阔气 但至少应该也是中产往上 那几年 于谦满京城给人串戏 钱够花 不着急 不像天津来的老郭 房租都交不起 朴树他爸 朴祖音 北大博士生导师 我国双星计划的发起人之一 空间物理界的大牛 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 普老拉的一首很好的小提琴 东德访学时 曾经用三百多马克 给大儿子朴师买了电吉他 给朴树买了和音器 这在一般家庭 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好在普老之前没百花 还有两位 也都是学者家庭出身 一是高圆圆 一是蔡明 高圆圆他爸叫高俊仁 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的 高级工程师清华毕业 他哥也是清华 子称副业 唯独高圆圆 上高中时去王府井买书 误打误撞的进了娱乐圈 蔡明老师他爸叫蔡玉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企业管理系的教授 蔡明在菜市口小学念书时 碰到了北营厂海峡剧组 挑小演员 就把他选上了 这片子的导演谢铁离 后来去杭州拍片 还选上了一位小美人 叫周迅 从千儿大爷到高圆圆 这一拨人啊 虽然没有文艺世家的资源 但生于高职家庭 从小受到的教育 都是往前靠的 人生容错率高 加上父母开明 给予诸多支持 才华一旦上线 碰到好机会 也就在娱乐圈里 站稳脚竿了 当然 首先是这帮孩子 生在北京 长在北京 也只有北京 才能给你更多的舞台和机会 说起来 父亲是高知的 其实还有一人 那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导演 冯小刚 冯岛的爸叫冯孔修 做过北大教授 冯孔修是湖南人 祖上出过吴品关 因家道中落 无力续读 冯氏族人凑钱攻他读书 冯孔修最终考入了西南联大的文法部 攻读西语 抗战期间成为地下党 解放后 在夜间手下当翻译 后来在北京视为党校人教 可见冯岛身上 有正儿八经的红色基因 冯岛小时候在党校大院 这个院跟军队大院比差点意思 但他爹好歹是个高级知识分子 然而很不幸 由于历史原因 冯岛父母离婚 冯小刚从此搬出了党政大院 成为了街道里的平民子弟 住进了破败的胡同 后来当兵复员回京 冯小刚家里也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的 所以遇到了郑小龙和王硕后 甘据莫习的他 必须老师长老师短 为老师们的马首是瞻 极尽逢营之能事 到后来 还被夜经调侃为缝裤子 你不得不佩服冯岛 人家搬出大院后 愣是凭着夹起尾巴做人 从一个没有编制的美工 一步步做编剧导演 成了中国商业片的先驱 拼杀到上流社会的队伍里 关于冯裤子这个绰号 我觉得广大群众也别跟着起哄了 那是优越感爆棚的大院子弟 对冯岛的戏女 人家爹好歹北达教授呢 都是住街道的 你也管谁叫裤子啊 有一说一 冯岛忍辱负重 从底层一路杀上去 也算是个人杰 他搬出大院以后 可以支配资源 可能连小康市民家庭都比不上 就说娱乐圈里 普通市民家庭出身的吧 王自建他爸 建筑工程师 母亲在火车站卖票 班主任买票 都要拖他的关系 张子怡 出生于海淀 他爸张元孝 北京电信工程局的一个小干部 一家四口 住五十平两居市 也还可以 跟王张比起来 冯岛不见得有大的优势 跟京城大萨密 徐静雷就更没法比了 徐静雷他爸徐子健 北京灯泡厂当过车间主任 他对徐静雷的教育 类似于蔡国庆他爸的手段 别的孩子在外面玩 徐霸就带着老徐满京城的 看国画油画书画展 逼着他背书练字 徐静雷八岁时 徐霸下海经商 开了家长城霓虹灯厂 估计生意不小 因为徐爸爸曾经得意的 对记者说过 大众奥迪 可口可乐 松下电器 摩托罗拉等大型的 霓虹灯广告 都是我做的 当年徐静雷写的一首好字 霓虹灯厂的广告字 都是他写的 虽然徐子健的厂 一开始赔钱 但后来越做越大 估计徐家也不差钱 虽然父辈 没给徐静雷留下 什么宝贵的文艺财产 人脉资源 但在经济上 至少没愁着孩子 包括张子怡 一家人好歹住的是 五十多平的房子 冯岛当年最大的方便 估计是 没去情乡僻壤插队 可以进文工团当兵 要真说 普通市民的家庭里面 生拔 把自己拔出来的 还得是咱们的 大张伟老师 人家生在 北京南城 宠爱大街131号 一个大杂院里 一家三口 住的是9.8平米的平房 他爸张二柱 为了当年 让大老师唱歌 下班后 弹煎饼 凌晨三点回家 掏空了家底 才能给大张伟 买一个音响 有一年 大张伟去俄罗斯 演出比赛 他家得四处 问亲戚借钱 才凑够炉费 就这样一个家庭 能出一个文艺好苗子 多不容易 即便出了 能跟他的小伙伴 蒋小涵比吗 能跟世家的 关小彤比吗 大老师 那是想靠 也没地儿靠啊 所以说 大老师 因家境自费 摇滚武功 谁也别嘲笑他 穷啊 实在太穷了 你要看着你爸妈 为你熬夜 摊煎饼 凑音响钱 你也得想着 先出名正前 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一不文艺世家 二不官患子弟 三不带资进组 不是中产高知家庭 甚至家里连个电信局小干部都没有 你要什么摇滚理想 好不容易能火 你还想穷摇 可不就是挣钱吗 摇想当年 赵宝刚在翻沙场当工人 恋爱都不敢谈 为啥 就怕谈了 一辈子就死那了 所以后来拍渴望 明明他出了力 拍了后面几十集 他宁愿不署名 也要换来在北市中心做导演的机会 否则他怎么上去 指望不上别人 就得靠自己生开 冯小刚也好 大张伟也罢 一个五十年代生人 一个八零年代生人 相差三十年 人生选择在本质上 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毕竟混圈子 你得识实物 拿冯岛在纪录片里的话来说 违背自己的本心 取悦一下他人 除非你跟某些人一样 家里有矿 一边代言游戏 一边诗于远方 2018年6月 张军昭去世了 媒体们 这才想起了这位 第五代开山之作 一个和八个的导演 第五代们纷纷哀悼 新一代的电影观众 并不知道 这个张军昭是何许人也 新闻通稿发完 张军昭不再被提起 也就是2018年 一个叫陈飞宇的青年演员 凭借着古装玄幻剧江夜 宁缺一角 获得了 粤文超级IP 风云盛典 超级IP新人演员奖 第二年 在《我和我的祖国》里面 白昼流星这个单元 陈飞宇和刘浩然搭戏 这个单元的导演叫陈凯歌 陈飞宇是他儿子 单元里演扶贫主任的老田 名叫田壮壮 今年八月 陈飞宇已经名列 2020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的 第83位了 这不仅让我想起 知乎上的一个问题 大意是 你如果能回到20年前 怎么才能赚大钱 其中一个回答是 你必须逼自己 好好读书 疯狂努力 然后出国 拼尽全力地考上 世界名校伦敦大学学院 然后尽快找一个叫 王思聪的人 一定要跟他搞好关系 这位打主 你真他们有社会洞察力 好了 这就是今晚的分享 文字有点长 故事有点多 人物脉络有点复杂 但你听了之后 一定会有所收获吧 好了 今晚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